最近大家最關注到恆丹這件事 只要看大陸方面要拖兩年才去抓他 還有他的目的在哪裡 會造成什麼影響呢? 他拖多久才抓他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現在那個環境就是看到 或者有其他的地產商都有類似的現象 他好像虧空了那間公司的錢 然後自己立了 然後就 那一塊鬚收市就留下來給政府收拾 或者等那些債權人輸錢 等買了樓那些收不到樓 就是視覺是有這樣的徵兆看到 所以我想如果你見到有這樣的疑似犯罪的行為 尤其是在這個位置 水深火熱 做到這麼出位的話 我想共產黨出手也不出奇 這個也都是某程度上是要地產商收拾自己 扔蘇豆市的那個信號放出來的 這個也不是最近的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你看到都是整個樓市爆 我想共產黨是將它定調為這個市場 你自己炒得過了 地產商深紅了 做到離譜了 現在搞出一個大頭罰出來 我想他是這樣看的 所以這次其實都是一種來鬥 就是政權鬥那些地產商 鬥那些資本家 要它搞定那個殘局 政府就不打算拿錢出來的了 那個信號是這樣的 那它這次的市場會引返什麼骨牌的效應呢? 對那個內房 加劇內房的混淨機呢? 各大陸的樓市就在倒下來 大家都看到 但是倒下來 現在市場一直在觀望 它怎麼收拾 就是政府怎麼應對 那這次那個應對看到 就似乎都沒有面子給 就是真的如果倒下來 也是由它倒下來的 那現在開始重新評估一件事就是 之前的市場 或者很多人認為 跌下來一定會夠的 但是講講一下 好像不是這回事 就是那個夠的意思就是 它可能都是給你減價 叫做 叫做 有一些稅務的寬免 我想就是跟香港正在喊切勒一樣 但是實際上 問題現在不是在市場那裡 而是在地產商那裡 那些地產商真的是頂不住 頂不住 那個資金鏈那裡斷了 現在是找不到數 要倒閉了 那這個位置似乎你看到它沒有什麼意欲去救 就是一路市場一直在憧憬著一種政府的注資 的救市 好像美國當年救流市那樣 但是實際上現在沒有發生 就是我猜我猜現在市場重新評估 究竟做共產黨的想法是怎麼樣 就是你當它是一個好像美國的翻版 或者資本主義去救市場那種手段 它就 如果比罔診 大陸也是會這樣做 也會救 但是現在似乎它不是純粹這樣想 它是真的說 政府和地產商或者地產界有一個博弈 一個內鬥的人在鬥的人 就是要鬥死一批為止才收貨 現在似乎是有這樣的發展 這樣的傾向 因為如果你每一次都救的話 其實就是 中間都有一個 如果就算西方來說 也有一個道德危機的問題 就是 槓桿它谷大 炒爆就是你賣單 其實這個遊戲在華爾街都玩了很多年 所以現在 它始覺都看到這件事 就不是很想這個遊戲繼續玩下去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就是 有很多有錢白了一疊那些 始覺不是太聽話 在共產黨看來 變成了不太聽話 就是整件事 我猜不是純粹一個市場考慮的事 倒了就要救市那麼簡單 所以現在 我想外面有些外資 甚至有些可能不太熟大陸那些 現在開始看通它 開始明白它做這件事 變成了整個盤算又不同了 之前以為它會救 想著它會救 變成就有些利好信號 可能那些人都肯 進去市買樓 但是如果大家都看通了 原來共產黨是這麼想的 那就未必會了 即是變成 如果既然都有它死 如果它真的這樣死硬的話 其實就是一件事 那你一件事 這個位置不會有很多人 願意去入市買的 誰知道你跟著有哪間地產 排隊死的 那它的庫住怎麼辦 那麽多的庫住 收不到樓 之前又說要補交樓 又是政府說的 那些地產商 其實很多間地產都有問題 其實也是很多都 都預算了會收不到樓 那現在就是外面 你見到有些這些陸房債 去到一些很低的位置 居然都有一些 有些債權人可能 就是做一些事情 就是按照計 那個市場死了 那些東西都滾成了 應該有沒有人做事 那你開始有人做一些事情 就是似乎 似乎外面有些 有些看法都是這些死硬的 問題是拿得多少 好過一個先都拿不到的原因 那如果你真的 裏面那些不是純粹 上了市的產品 不簡單 你說的是交樓那些 這樣就沒有辦法 你很被動的 你身為一位業主 你扔了一塊錢下去 是吧 那它建不了樓 它給不了你 你都沒有它付的 就是它現在去到這樣的狀態 你怎樣逼迫它呢 就是這個問題 不是說政府不知道 政府不知道 你就去投訴而已 那麼政府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的時候 你走下去再吵都沒有用 它現在這樣的狀態 它根本不可能交到樓給你 那你就唯有當投資失利 將它變了帳 沒有辦法的了 但是它現在 涉及這麼多個苦主 會不會造成社會不穩定 涉及這麼多個苦主 就是這麼多個苦主 都輸錢 那你香港都有這樣的情況 那它一直在大陸都有辦法按住你的 有軍隊、有武器、有彈黑 那你輸了錢就局輸了 你沒有它付的 沒有辦法的 就是你在這些新興市場就是這樣的 你在這些國家投資 你扔錢下去就是牙煙的 其實許家印也是曾經是中國的首富 對比馬雲和馬法頓 他的下場是否比較慘一點呢? 你怎麼看呢? 不同的 你始終做地產 你這次真的地產出事 如果你做馬仕那些 那些說起來都是科技 或者一些正奴的生意 就是首先那個槓桿不會這麼厲害 他們那種是壟斷壟斷 然後獲取了一個巨利 這個是政府眼紅 接著那個人不知道訂 很囂張的 就是這種結果 但是你現在真的整個陸房是出事的 那你變成不是手不手複的問題 只要你在這個界別裏面 其實都蠻麻煩的 那大家要關注另一個 都是內房的龍頭之一 你知道哪一間嗎? 那會不會加出另一間的爆破 那個或者破產? 我不可以說哪一間爆破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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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一间都会有东西,差在就不用破产 现在发生的就是逐间看到违约,就是越来越多的违约,越来越频密 可能有些去到资金链有问题,接着就局部的倒闭 有一个集团都说旗下有几个东西,可能有一两个有问题 这个是可能见到的结果